现代人为求方便要买吃的东西通常会透过外送平台叫外送 不过有没有在时间内把东西送来或者送来的东西品质好不好都可能引起消费纠纷 本周一晚间9点播出的加个好友吧丁东将邀请消保协会委员分享相关案例 消费者叫美食外送最希望外送员能够快快送达 以便在活动或会议时能够及时享用美食 但外送平台在接单时店家要有制作的时间 外送员要有运送的时间 送达时间的差距下单前就要评估 如果真的延迟了消费者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这个业者他的时段告知是不是够充分 因为他的APP他其实会显示你说他还要需要的多少作业时间 才能送到你消费者的手上 对那其实你消费者如果可以合理预见说 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你还是要订购的话 你可能就要自己去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至于送来的美食当然无法和在店里面吃的一样 在包装保温和食物外观等 都可能受到运送时的震动和时间的影响 消费者如果真的不能接受 可以拍照纯正再向外送平台反映 你要complaint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到这个瑕疵 是不是通常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不能接受的 或者是消费者你本身可能自己比较刁一点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要去complaint 那你有可能会站不住脚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瑕疵的要求会不会太高 另外即使东西送来了 但联络不到消费者交货 或者地点要求送到高楼层 也可能延误送达的时间 还有接单之后就不能并跟品项 或者更换地点 消费者下单前都要注意 因为你的APP是可以预告你说 大概还有多久的时间会送达你的餐点 可是你去你没有受领 我们可能会发生辞严受领 或者是拒绝受领的一个责任发生 那这样子餐点的费用跟运费 原则上还是要由消费者自己吸收 外送平台提供跑腿服务 费用当然会转交到消费者身上 这当中也有许多制作和交通上的不确定性 消费者也要考虑相关风险 并且给予体谅 以减少消费纠纷 更详细的节目内容 请锁定6月15号每周一晚间9点播出的 价格好友吧叮咚 记者张世民赖长帮高雄报道